拿出第一代簽名球衣傳承給現役球員 SBL怨老球隊九泰科技決定接手禁酒冠名再出發 今年戰績我們不敢要求說會得到第幾名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的行銷跟我們的運動精神 會深入球迷的心裡 這是我們的最主要目標 魁偉15年九泰科技重返SBL戰場 但隨著達新富邦等隊伍相繼退出 國內藍坦正處於動盪期 董事長沈慧成坦嚴選在此時付出 就是希望能夠雪中送炭 我個人我比較喜歡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井上天花的事情我很少做 這個球隊又是我創辦的 第一屆就是我創辦的 那我想我義無反顧的必須要把這個球隊接回來 九泰科技籃球隊過去是SBL第一季第二季的傳統禁律 培育出許多球星在第三季東森林陽接手後 再輾轉變成去年的金酒 這會重回母校 除了過去球員紛紛拍影片祝賀 也讓正中球星好期待 第一時間聽到的時候就覺得很期待 我也想為自己拚第一個冠軍 我希望我今天能夠打第一我就不打第二 希望能夠把台灣的這個年輕的球員 再倒向一個正確一個籃球的一個觀念 30號選秀會即將到來 而今年SBL預計12月開打 九泰科技也將帶著新的教練團與球員 希望能在星球季大豐收帶來新氣象 接下來黃天岸黃英俊台北報導